好 繼續要來關心的是 有一名黃信登山客 他之前是獨自攀登 騎來連峰 預計原本要從 這個屯園下山 結果發現屯園 到天池山莊的步道 是整個嚴重的坍塌 受困 所以沒有辦法下山了 於是他趕快是打電話來報案 由於地面的搜救人員 沒有辦法穿越這個崩塌的步道 所以南投縣消防局於是是向這個空情 總隊來申請派遣黑鷹直升機 直接飛往天池山莊附近 以吊掛的方式 順利的協助他脫困 不過泰管處也發現說 這個黃信登山客 當初跟其他三個人 申請入山 可是這個登山計畫 卻跟原本 跟後來這個實際的路線 並不符合 並且現在就依這個違反了 國家公園法來停止這個四個人 申請進入國家公園登山一年 而他們也違反了花蓮縣登山自治條例了 所以很有可能會被花蓮縣消貿局 求助每個人一到五萬元的罰金 好 喔 好 喔 好 喔